我叫洪承林 思晓就开始练习舞蹈 然后有当过舞蹈演员 有当过舞蹈老师 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儿爆发疫情 我们在家里 就时间空闲下来了 然后就突然就萌发这种想法 就开始选举 然后开始编排 然后拍摄 然后最后出场 出来的成品 就让我觉得 还真的还蛮不错 在2012年 就发生了一个意外 我在高速上出了一场车祸 结果就是导致我 可能下半身 要完全在轮椅上生活 还可以在轮椅上 就继续我的舞蹈梦想 也可以通过一些平台 我觉得可以传播一下 我的这种向上的心态 是不是可以感染到一些人 帮助到一些人 在录抖音以后呢 也会有很多人 给我反馈说 说你很棒啊 说你很积极啊 就第一反应就是 哎呀我可以 就这几个字 我可以 我觉得就给我的心态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变得更自信 然后对生活 更有希望了吧 我就发现 我还可以尝试更多 与舞蹈相关的事情 正好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在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舞蹈机构 是不是我也可以去帮帮忙 那一拍集合 然后就直接就发机构去吧 对 对抗我 以前我不愿意去面对孩子 是因为我想把我自己 最美的一面 去留给孩子 而现在 我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 市场给孩子们传递 另外一种美 我觉得生活中 虽然会遇到各种挫折 但是笑脸相迎 能够坚持梦想 就是我们最美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